春天核电阵的员工居然集体摸鱼 他们穿上统一的球服抹了个大花脸 挤在休息室里看电视直播 到底是合逢神圣 居然比核电安全更重要 那就是橄榄球的超级新星 格雷森·麦瑟斯 春天原子队成功创造了半年度选秀的状元签 这也要得益于他们上个赛节 打出了零比17的超级白烂行为 红沫一伙骄傲的高呼 咱们春天阵就是白烂之城 春天原子队的状元签毫无疑问 选择了格雷森 球迷们相信 这有超级新人将开创橄榄球新王朝 于是提前开始了胜利暴动 整个城市都被搞得乌烟瘴气 伯恩斯俯视着这一幕 嘲笑红脖子尽搞些无望之灾 史密斯汇报说 因为广告一直宣传 少喝酒有利健康 导致公司的绅士白烂地销售不佳 利润严重下滑 新招来的品牌策划 建议伯恩斯为绅士白烂地 重新找一位形象代言人 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遗憾的是 大盘明星几乎都有自己代言的酒类品牌 只剩哈利森福特和多利帕顿 这两位伯恩斯都不满意 看样子物色人选 只能从新出道的迷人入手 就在这时 伯恩斯忽然听见员工们的喧闹声 发现他们在为一名橄榄球新人选手 欢呼呐喊 格雷森找新闻发布会上 以赴重新做自己 别人爱砸砸地的态度 而且口无遮拦 把无聊媒体和云球迷骂得狗血淋头 鸿沫的人很喜欢格雷森这种人设 认为他是真性情 一点都不装 伯恩斯虽然不懂橄榄球 但也觉得格雷森是个不错的人选 品牌策划认为 在这个过度包装 标天党泛滥 娱乐至此的时代 人们反而更渴望真实的东西 不管格雷森是真物质还是装物质 他确实会说是赏欢迎 伯恩斯表示 你的建议很好 人可以滚了 只要前到位 没有什么真性情 是难尼不了的 很快格雷森就和伯恩斯一拍结合 成为了绅士白蓝地的形象代言人 他在广告里向观众灌输这种价值观 喜欢装着的人才小口名酒 真兴起的人都是大口闷 要耍随自己才是真男人 伯恩斯向这孩子道喜 从此以后 他就成了美国最知名假酒的代言人 格雷森表示 他一向出败有钱人 老板若不弃 他愿败为义父 伯恩斯在格雷森的怀里 第一次明白了被人爹娜的感觉 为了庆祝钞票和友谊 两人将假酒一饮而尽 格雷森回家早早睡下 为了明天的比赛养金蓄锐 伯恩斯清理现场 西姆森一家也抢了个事业开阔的位置 红不一个点向家人们吹捧格雷森 认为他有朝一日将打入超级二比赛 成为众多赞助上的新宠儿 马基望着格雷森的娃娃脸 母爱泛滥 担心他在场上被虐得很惨 不料格雷森忽然妞儿了 这都亏了昨晚那杯假酒 害得他休息不好 坚持状态极差 从开始橄榄球职业盛养到现在 格雷森第一次被虐得这么惨 之前把他捧上天的球迷们 一瞧他拉了胯 马上翻脸不认人 开始破口大骂 显然是赌狗输钱 吉尔了 红莫哀号的 我把所有辛苦快乐 堵在了一个22岁的毛孩子身上 逗他来都是一场空 马基联邦劝老公 之前他不是每天都夸格雷森 一直夸了好几个月 不能说一点问题 就把别人全盘推翻吧 伯恩斯见观众们嘲笑格雷森 莫名的涌起了一股腹 觉得格雷森就像傲慢 无法管家的儿子 只是自己没有把他 送去寄宿学校 然后把他忘了 格雷森坐上了冷板凳 冷言恶语 铺天盖地而来 伯恩斯受场安抚 替他倒抱不平 有拉拉棒淹死他们 红莫这么一呼 愤怒的观众们 开始攻击格雷森 事后伯恩斯带这位年轻人 去泡澡放松 灵度的泡澡水 正适合冷血的他 格雷森从来没有被人虚过 走出心里阴影 开始怀疑人生 他觉得既然自己很虚 或许不应该做自己 伯恩斯赶紧开导他说 坚持自我绝不会有错 一定要找错 那就是这个世界的错 他会为格雷森寻找真正的粉丝 而不是那种 跟风起哄 人云亦云的家伙 伯恩斯没有誓言 转天格雷森就被春天小镇邀请 来为小朋友们进行客座演讲 他在台上不经意地露出劳力士 说大人们都在讲学校很重要 但他今天第一次来学校 却拥有三辆法拉利 小朋友们觉得他刁饱了 但总而为了学生唱反调 格雷森是一句难听的话也受不了 只要不是所有人都吹捧他 他就会原地爆炸 开始乱人乱马 还打破了蟑螂培育箱 吓得小朋友们仓皇而逃 格雷森一瞧 赶紧给自己灌酒逃避现实 结果一口试试白兰蒂喝下去 他就感觉肚子里火烧火了 直接落晕过去 格雷森被送到了幼市 马基好心叫醒他 格雷森却冲他发脾气 马基可不关着这没教养的家伙 当场给他补习了家庭教育 格雷森认错的是挺快 马基又耐心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位橄榄球新人说 他不停地参加比赛和派对 或者在网上高强度冲浪 以求充分展现自己 为什么会打不好球 伯恩斯认为 格雷森出问题的原因是 钱赚的还不够多 名出的还不够大 所以要继续血平 马基却认为 格雷森需要真正的休息 吃顿家里的饭 负责家庭养育 他蔓延情感压抑 却又被处卖的父亲角色 这就是他梦眉以求的 云家庭体验 就这样 格雷森入住了辛普森家 吃晚饭时 他望着被人围满的餐桌 感叹 太有价的感觉了 前探间他聊起了自己的家事 格雷森在德州边境长大 那里橄榄球就是王 小时候他玩杀子时 将奶嘴认给了玩伴 展现出了橄榄球天赋 父母便将他送进橄榄球学校 父母士的借宿生活 是他从前的全部记忆 孩子们不需要关心 除橄榄球以外的任何事 什么叫朋友玩耍和快乐 都是提升不了球技的无聊事 长大后 他直接被一所大学免考特招 从那一大箱子钞票里 格雷森感受到了教练的满满诚意 格雷森从未和父母一起吃过饭 虽然每天他都能从各种赛场直播 广告和纪录片里见到爸妈 马基听完后 意识到格雷森的问题所在 只有橄榄球的生活 把他变成了单细胞生物 他那些所谓标榜自我 或娇柔造作的形象 其实完全是没素质 没较量的体现而已 可他如今不知有多少名人 难没素质来标榜个性 马基决定好好教育格雷森 给他回炉重造一下 首先加许另一条 吃饭是不准打架 格雷森猛然醒悟 在家庭中最重要的不是自己 而是他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 格雷森开始学习当好大儿 比如怎样做家务 勤洗澡 保持个人卫生 不酗酒不嗑药 每周定期去教堂参加礼拜 临走前 他还塞给牧师一叠票子 睡觉有礼貌 做人情事故 不久 姓普森一家给格雷森过起了生日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生日派对 伯恩斯也给他的云二子带来了礼物 邀请格雷森进城去狂嗨个通宵 马基赶紧阻止伯恩斯 说格雷森明天还有一场球赛 他今晚必须洗个热水澡 早早睡觉 养尽蓄瑞 伯恩斯表面上中出一副 谴责老婆溺爱儿子的淫妇形象 内心其实很享受这种扮演 第二天格雷森重回赛场 以前所谓的状态横扫一切 打得对方球队 当场解散 我就知道他永不失败 伯恩又把脸皮一翻 开始狂吹格雷森 格雷森在接受赛盒采访了时 不连慌的谦逊起来 将胜利归功于队友默起的配合 以及教练制定的完美战术 伯恩斯大惊失策 他看中了那个桀骜不逊的年轻人去哪了 怎么变得这么原话事故起来 记者们一个劲引诱格雷森嘲笑对手 格雷森却开始感谢妈妈 记者们又嘲笑他是马宝男 格雷森并不生气 反而很喜欢这个称呼 伯恩斯将格雷森的变化 全快碎到马基头上 当天夜里他就和马基爆发了一场争吵 逼格雷森在母亲和父亲之间二选一 格雷森就像每一个 因为家庭问题离家出走的孩子一样 开着他的流浪法拉利就逃进了雨夜里 此后一周格雷森仿佛人间蒸发 现实中找不到人 电视节目上也没有他的先影 反倒是媒体在疯狂炒作 马基和伯恩斯夹在格雷森身上的云父母问题 不久马基会还收到了格雷森寄来的 体育频道年度颁奖礼门票 他认为格雷森正式选择了自己 于是欣然前往 却在会场撞见了伯恩斯 格雷森上台领奖时 马基和伯恩斯都揪着心 期待他会感谢自己 不料格雷森感谢的是 和他刚刚谈了一周恋爱的女友 格雷森从马宝南变成了女友的小奶狗 不仅事业人由女友摆布 婚后生活也一切由女友说了算 观众席上的这对云父母大事所望 马基感叹说 一个天真无邪需要帮助的人 只需要一周时间就能翻脸无情 这一世上还是白眼狼鼻就多耶 以上就是辛普森一家 第三十三季十节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草宁一影院 感谢观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